最近,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公布了其豺狼游荡弹药的新细节,引发了各大媒体的关注 在一段十分酷炫的CJ播片中,格鲁曼演示了豺狼游荡弹药 凭借其灵活性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突袭敌军阵地和重要设施 为后续部队提供战术支援的场景 那么,什么是游荡弹药?和巡航导弹无人机相比,游荡弹药优势何在? 诺斯洛普格鲁曼的这个豺狼和普通的游荡弹药相比又有什么不同? 游荡弹药也可以称为巡航弹药 徘徊弹药或者制空弹药 虽然它有着这么多的名字 但我们平时看到最多的称呼其实是自杀无人机 或者叫审风无人机 这也是它本来的名字 没错,自杀式无人机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最初的一种游荡弹药武器系统 从定义上来说 游荡弹药是一种内置弹头的空中武器 可以在目标区域周围进行较长时间的巡航和徘徊 通过不同的形式确定目标位置 并对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自杀式无人机是完美符合这一定义的 和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盯着装甲车和载具 打的自杀式无人机不同 游荡弹药武器系统在诞生之初 其实并不是用来攻击坦克的 最初的游荡弹药到底是哪个国家发明的 目前已经不太容易考究清楚了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武器的地位比较边缘化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最初发展游荡弹药的国家里 包含了两个神秘的国家 一个是以色列 另一个是伊朗 在80年代 以色列开发了戴利拉巡航导弹 当时的戴利拉实际上是作为一种防区外武器 用于识别和攻击来大战的 而之所以说它是游荡弹药的先驱 是因为虽然戴利拉说是巡航导弹 但它和典型的巡航导弹 例如战俘等的工作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战俘巡航导弹需要在发射前就锁定目标 但以色列这款戴利拉的特别之处 就在于它能够根据武器官的指令 先从空中平台发射到目标位置附近 并且在目标上空巡航 再根据后续得到的信息 对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 从上面的描述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是一种先发射后锁定的精确指导武器 它有多精确呢 根据以色列的说法 戴利拉导弹的射程达到了250公里 而原概率误差只有一米 可以说如果哪天家里的门没关好 戴利拉导弹是完全有可能顺着门缝溜进来的 2018年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用戴利拉导弹 对伊朗和利巴嫩地区的多个防空设施 发动了精确打击 而说到伊朗 伊朗在80年代末 也开发了自己的游荡弹药系统 阿巴比尔 和以色列不同 伊朗的阿巴比尔比起巡航导弹 看上去更像是无人机 它有着更大的机翼和锤尾 以及一个巨大的螺旋桨推进装置 让它看上去像是一个东拼西凑出来的 奇形怪状的无人机 可以说阿巴比尔是目前 俄乌战场上常见的 见证者无人机的前辈 当然也有人认为 美国在80年代开发的 AGM-136隐形彩虹 才是最早的游荡弹药 它的用法和以色列的 戴利拉导弹差不多 都是先用飞机 例如B-52等 将AGM-136送到防区边缘 再发射出去 同样的 这些游荡弹药会在目标区域附近巡逻 等到发现敌方雷达开机 再一股脑的扑上去 将其摧毁 相对于高速反辐射导弹 美军因其游荡的特性 将其描述为一种持久反辐射导弹 看完上面这三个 早期游荡弹药的例子 想必大家也发现了 游荡弹药的出现 本身是为了针对 敌军防空系统的 它是一种防区外武器 其职能有些类似于 哈姆反辐射导弹 主要执行防空压制任务 然而问题来了 早在60年代 美军就开发了AGM-45 百蛇鸟导弹 后来又研制出了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 为什么还要开发这些 飞的又慢 造价又高的游荡弹药呢 实际上 虽然美军的防空压制技巧 是高度保密的 但古话说的好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随着美军的SAAD 也就是防空压制理论的 逐渐成型 苏联方面也意识到 早期的防空导弹阵地 很容易被美国人的 反辐射导弹攻击 苏联人的应对策略有两个 一个是把防空导弹 架在载具上 也就是所谓的 机动式地对空导弹 另一个则是 间歇性的使用雷达 防止被反辐射导弹的 引导头部捉到 这样一来 防空导弹阵地 也就不是一个活靶子了 在防空压制任务中 留给飞行员 锁定导弹的窗口时间 变得很小 往往这边飞行员 刚看到雷达上的光点 那边防空导弹车 就逃之夭夭了 这时 如果负责防空压制任务的 野右手战机继续前进 就会被埋伏起来的 地对空导弹抓到 用战斗机 进行防区外防空 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 如果有一种 能够在防区外发射 持续监视敌人防空雷达 并在近处 对附近的防空阵地 发动偷袭 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 解决这一问题 就算是价格高点 也不要紧 毕竟导弹载贵 也没有野右手战机 和飞行员的生命贵 而这也正是 早期游弹弹药的意义所在 根据上面 对游弹弹药历史的描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游弹弹药是一种 介于传统无人机 和传统巡航导弹之间的 新型无人攻击武器 比起巡航导弹来说 它在目标周围 徘徊的时间更长 速度也更慢一些 而比起无人机来说 游弹弹药的体积更小 内置的各类弹头或炸药 装药量也比较小 而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的 发射后就无法回收 尽管在游弹弹药发展的初期 这是一种高科技精确指导武器 主要是用来打击防空阵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游弹弹药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 徘徊弹药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相对于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它的体积比较小 飞行高度也很低 非常难以被雷达等监视系统预警 而它的速度又足够快 快到难以被随便一枪打下来 尤其是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 这一点尤为突出 双方都在使用各种类型的游弹弹药 或者说自杀式无人机 对敌方的重要目标 进行出其不易的打击 游弹弹药的定义其实是十分宽泛的 无军使用FPV无人机 装上攻击载荷 例如火箭弹 排击炮弹 甚至是反坦克手榴弹 步兵地雷 乃至塑胶炸药等 凭借无人机飞手的人眼指导 就可以达到相当优秀的指导精度 而装上不同的弹头 就可以完成不同程度的作战任务 例如炸战壕 就可以用炸药包加预制破片 炸坦克就可以用巨能穿甲弹药 例如RPG火箭弹等 对坦克进行攻顶打击 现在大家不难理解 为什么俄军要在自家先进的坦克头上 加上顶棚了吧 说了半天游荡弹药的发展史 我们再回头看看 诺斯洛普格鲁曼的这款 豺狼游荡弹药 就会知道 诺斯洛普的工程师 必然是对俄乌战场的情况 做了非常详细的调研的 因为豺狼导弹 是和宇航环境公司一起 共同开发的 而宇航环境的弹簧刀无人机 在俄乌战场上 有着不错的表现 豺狼游荡弹药 使用的是涡轮喷气发动机驱动 它的速度更快 达到了每小时600千米以上 续航底乘100公里 这样快的速度 让豺狼游荡弹药 拥有了两个优势 第一是更难被击中了 一般的高级枪 还有专门的反无人机电子枪等武器 要拦截以这个速度飞行的 豺狼游荡弹药 有着不小的难度 其二就是豺狼无人机 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抵达战场 可不要小看了 节省的这点时间 有的时候 地面部队差的就是这点时间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地面部队在城区内推进 而前方有一个被敌军的火力点 我方小队被敌人的机枪和重武器 压得抬不起头来 想要呼叫炮兵支援 但自己人都在危险区内 炮兵支援没有足够的精度 很有可能变成有军之围 杀敌1000自损800 而空袭所需要的时间更长 等不到空中支援抵达 小队就要全灭了 这个时候 一个悬挂在天上 在一分钟内可以落到 敌人头上的游荡弹药 就可以成为一个小队的九星 而豺狼游荡弹药 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具有模块化功能 可以根据任务需要 携带不同的弹头模块 实现对不同的战术任务 例如 豺狼游荡弹药 可以安装非致命模块 让建筑物内的目标失能 也可以安装电子战模块 对附近的无人机系统实施压制 或者是安装真场模块 实现战场上的信息收集等 不过要说豺狼游荡弹药 有什么短板的话 可能还是它的载重量 有些不足 它的模块有效载荷 只有4.5公斤 限制了它的破坏能力 稍微大一点的口径弹头 例如串联破甲弹 温压弹等 可能都装不上去 但是考虑到豺狼的灵活性 以及出色的情报收集能力 让它去干穿甲弹的活 其实是有些大材小用的 最后 我们再来看看游荡弹药的问题 如果说游荡弹药 最高效的用法 那自然是把它制造成一种 射后不管武器 例如在战斗开始之前 根据获取的情报 将要打击的重要目标的特征 输入到游荡弹药的内存之中 战斗开始之后 由具有低可探测性的 隐身战斗机或轰炸机 将游荡弹药悄无声息地 投放到敌人头上 接下来 这些游荡弹药 就会根据提前输入的指令 对目标进行判读 找到雷达站 防空导弹阵地 炮兵阵地和飞机 唐克的目标 进行有针对性的精确打击 而这一过程 是完全不需要人的参与的 但由于人类并不参与决策 这种能够自主做出决策的 游荡弹药 也引发了道德伦理方面的担忧 第一 游荡弹药虽然具有徘徊功能 制空时间相对于群横导弹较较长 但它终归是要落地的 如果这些游荡弹药 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附近活动 就算没有找到目标 也极有可能在燃料耗尽之后 落入军民区造成误伤 其二 人在战斗当中 尚且会出现误判 更不要说游荡弹药的传感器 以及目标判读程序了 对于游荡弹药来说 较小的体积和战场的复杂环境 注定了它的识别程序 在当前的半导体发展条件下 不可能做到十分精准 因此 游荡弹药会不会出现误伤 甚至是更为严重的恶性事件 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在未来的战争中 像豺狼那样 灵活小巧 具有模块化特征 兼具打击 侦查和电子战功能的游荡弹药 应当是一个趋势 至于说采购价格 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为妥凭的纸是有限的 有限的 纸是有限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